这边 整个距在家住户 庞虎不到一米的距离 一开窗 就是一个千年古墓 每天住在尖咸的旁边 不知道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居住体验 大家好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光谷附近 这边这个位置应该是 武汉的游客院 咱们现在在 游客院这条路上骑行 这位置应该是有一个 武汉还是比较牛的单位 风火科技 这个单位我感觉应该可以跟 华为并肩 但是可能没有华为那么有名 前方50米走转 进入南望山西路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位置 是要带大家探寻一个 隐藏在武汉居民区 千年的不墓 我敢说99%的武汉人 绝对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或者是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隐藏的太深了 看这林荫小道 然后这边的小湖 这感觉像进了一个公园一样 刚才地头上踏了还蛮远 还1.3到1.5公里 咱们七绕八绕 可算是找到地方 我之前以为汉口的老巷子 就够难 找够难绕着了 但是今天突然发现 武昌这边 老巷子也非常难找 咱们已经果断的在前方 摒弃了共享单车 然后走过来的啊 穿了各种小门 从前方的门穿过来的 现在咱们面前 就是今天要找的蛮王之墓 这边就是拉一桶 正墓口 还有大大的垃圾情路桶 但是地上也是丢了不少啊 现在大家看一下 整个这周边的环境 非常老的一些居民去看 钟摆超市 有做超市的 有收快递的 这边就是一个小公园 在这边健身的 然后休闲的老太太们 真的是在这个位置 非常的不起眼啊 可能是在这生活的居民 每天从这路过 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的 这是送外卖的小哥 一直在这里面导航呢 这导航都不好使啊 因为我刚才导航都导错位置了 这里面小巷子太多了 你看从这种 全是这种非常窄的巷子 通往各种 有年代感的老楼 趋境通幽处 也不知道通到哪边了 现在我们近距离的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隐藏在武汉居民区的 千年古墓 我发现真的是武汉的墓 是特别喜欢藏在居民区的啊 因为咱们之前是拍过一个 帝王墓 就是大汉陈又亮的帝王墓 它是藏在武昌舌山那边的 另外一个是 三国时候非常有名的 一个鲁肃墓 它是藏在龟山那边居民区的 今天咱们要带大家看的 就是满王之墓 现在咱们准备顺着台阶上去看一下 这边还是一个三门四柱的石牌坊 很多人可能就会对蛮王这个称号产生好奇啊 到底是历史上的哪个人物 这边上面刻着武汉式的也是文物保护单位 蛮王种 整个的蛮王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用一道墙给围了起来啊 这是高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有个三米左右的高吧 整个的围墙已经长满了青苔 绕着四周先给大家看一圈 说它是隐藏在居民区 这是一点都不夸张 大家现在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 到底距离有多近 大家看一下上面 我去这些都种起了太多 这些都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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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伊那边 后来ну交付了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一个正宏的王朝 所以说咱们能查到的相关资料是非常的少 不知道有没有看视频的朋友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见解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就是这个埋藏在武汉居民区 紧爱居民区的一个不棋言的千年古墓 却见证了整个武汉的一个历史变迁和发展 大家如果是对这个蛮王之墓感兴趣的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拜业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 喜欢加哥的视频 请关注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